中国不缺血世 不缺勇士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贪官呐 腐败啊 而野心呐 整个甲午战争那个玩意看完以后 你真的是觉得你噎得慌 你都要掐自己脖子 你觉得这个国家这个民主怎么会这样 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很可怜 又面临着一项走向共和前的这样子 1893到1897 我也没有记错的话 你看到今天就是习近平的二十大 就是义和元的当年的慈禧 当年的光绪就是今年的胡锦涛和李克强 当年的李鸿章真的就是胡锦涛和曾庆红的角色 曾庆红是反对战争 反对打台湾的 如果让曾庆红干 曾庆红一定不会这么干 也不会极端清立格林 也不会放病毒 也不会跟美国作战 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把胡锦涛给架出去 你让汪洋这样的人上去 汪洋和韩正特别是韩正 我这么烦韩正这个人 如果韩正上去 韩正一定不会这么干 这是他的修养文化常识决定的 他不会弄个胡锦涛架出去 也不会不允许别人说话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识 中国人的噩梦远远没有开始 我给你们讲个例事儿啊 昨天晚上我一个朋友 他说我们家人在山西大同 说那个小区里边 他给他家人说 他说你看看我们这有跳楼的 他家人说我们这经常有跳楼的 我这哭笑不得 我给他回信息 我说兄弟啊 七哥就在收到你这个信息之前 就在山西 咱们一个战友太远的 告诉我说 七哥我这一个小区一共在三千多人 我数了数过去这几个月 大概跳楼跳了九个人 这九个跳楼的人呢 第一个人他整个能听到哇 恐惧害怕 第二个人天呐还有人哭还有人翘楼 到第三个的时候跳下楼连个声音都没有了 就听到啪一下下来了 然后待了十几分钟有救护车来把人拉走 到第四个的时候啪又下来了 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也没救护车了 就听到几个大白还有楼上断断续续的哭声 把人直接装实袋一装 拿什么车拉走的呢 小区里边的物业垃圾车 这就是咱中国人就是我们的同胞 中国人呐什么时候真的心中能有信仰 能把人当人带呢 大清朝没有到今天更糟糕 这位战友说七哥你说的太对了 他说最后死这个人 他说就是三天前死这个人 他说连垃圾车都没有 他说是小区里边 这些人就拿着那个小区里边的推板车给推出去的